德云社有一位传奇人物 把相声变成了高危职业 这么一说相信熟悉德云社的 都知道这位是德云三队的队长 孔云龙 早年的三哥相貌清秀英俊 浓眉大眼 有一把好嗓子 聪慧伶俐 悟性高 2004年跟月月一起进德云社 2006年 成第一批百姿的无弟子之一 前期发展也比岳云鹏好得多 他能上台演完整节目了 岳云鹏还在后台干杂活 作为早期登台的青年演员 也曾经辉煌过 办过个人专场分队后直接窜底 是老郭很看重的弟子 并且几乎每次风箱快结束时 老郭都单独点名介绍 当初在饭馆打工 踏着门童 靠嗓子喊人 金德云社后 靠着好嗓子 一度成为贯口王 曾经连续25个专场 100段活不重样 作为郭德纲最心爱的弟子 本该是云子科的力捧对象 却因命运多舛 一次次错失机会 孔云龙在17岁那年 因家中二哥生了重病 不得已辍学到北京打工 在先后换了几份工作后 孔云龙最终在老北京 风味饭店海碗居做了门童 因为孔云龙的机灵 得到了经常来饭店的一位老先生的青睐 将他和岳云鹏推荐给了郭德纲 这才开启了他们的向上生涯 在家里排行老三 进入德云社之后 被师兄弟们称三哥 2006年 二十多岁的孔云龙 瞒着师父师母 骑着摩托出去兜风 结果半路耍酷 加大马力后 一下子撞到停在路边的夏立车上 摩托和夏立当场报废 他父亲不说这么句话吗 说像这么安全的职业 让你干成这样 撞车的 开摩托车撞到夏立上 他竟然把那夏立车撞报废 撞着夏立他没动会儿还 我俩人停在那儿 人家夏立车都没敢找他 你琢磨琢磨 你说这人都撞成什么样了 这人命大 开车的心说别找信物 我就救别陪我们了 这次事故 三哥在床上昏迷三十多天 差点成为植物人 苏醒后还出现短暂失忆 2009年 大家都在师父家过年 烧饼和孔云龙 在院子里放烟花 三十晚上我那徒弟就出事了 去吃大前年吧 大前年 年三十放花去吧 现在的红花太厉害了 孩子买的花就跟着桌子一边吧 大大桌子 比这个挨一只我现 这俩孩子点 这边一个鸟 这边一个鸟 我俩徒弟 一个叫孔云龙 一个叫烧饼 烧饼点那边 孔云龙点这边 点完之后点着了 他探头去看烧饼 你那个怎么样了 就看着那花就把这孩子 打起来 就翻里起来了 打起来了 打脸上 蹦起来了 翻一根头 大年三十夜里 我们弄他上医院 去看眼睛去 这都瞧不出来 这黑了 整个都黑了 蛇龙模糊 头全没了 就到这地步 那没有什么灰 后来没有 就是里面有点小疤了 不气看 看不出来 后来我们气大 我每次介绍孔云龙 我都说 我这孩子艺术特点 就是结实 师娘当时就说 万一真这样 他就重新拾起 精蕴大骨 让三哥给他弹弦 看不见也没事 师娘养你一辈子 万姓三哥没失明 脸上疤痕 也是那会儿留下的 但帅气 不见当年 这样戏剧性的故事 在孔云龙身上 可是不少 跟师兄弟 吃烧烤食 喝了酒 与灵桌的人 发生了口角 还动起手来 结果被揍得很惨 后来才知道 人家是国家拳击队员 雨天打伞 骑自行车 还越登越快 结果撞在路边 停的公交车上 鼻鼓鼓折 嘴上缝几针 某天 提水下楼 脚下想耍些花活 一不小心 几里咕噜滚下楼 胳膊和腿 拒虎折 这样的连续受伤 都化险为夷了 怪不得师父会调侃他 结实 因为频繁的发生意外 他的搭档 也是频繁换人 最开始 是现在的总队长 鸾云萍 结果呀 因为他出车祸 鸾云萍 给高峰捧了根 在经历过 大理花炸飞一事后 差点毁容的孔云龙 迎来现在的 太子少宝 颜鹤翔 慢慢 事业走上正轨 也是那时候 开了专场 郭德纲真心捧他 亲自粮活 想想师父 给哪个徒弟 捧过扶寿拳 结果没想到 三哥的生活 又迎来了 拳击队和自行车 别公交车 以及楼梯旋转骨折 仰尚期间 他又失去了 颜鹤翔 这个优秀的搭档 换了无数个搭档 又需要重新磨合 加上 受伤也影响 三哥口齿发音 灌口说不利索 偶尔说话快了 嘴里会呜呜呐 事业进入了低谷期 慢慢的 岳云鹏等人的光芒 越来越耀眼 三哥在名气上 也没有达到过 更高的层面 期间 老郭帮他精心挑选搭档 最后 和李云杰走到了一起 并合作至今 之后也没再出过什么事 有观众开玩笑说 李云杰向弥勒佛 互助三哥 作为德云三宝的主力演员 在舞台上的发展 也顺利起来 表演时面部表情丰富 活稳语速慢 包袱不一定多 但都能想 就连郭德红有时 都拿孔云龙杂卦说 在过去的一年里 德云社可谓是风生水起 最主要的是 孔云龙没受伤 这算是德云社 最大的福气了 最近 著名的事件 就必须提提 黑衣男子的身份 因为和张云雷的关系好 在聚餐后 拥抱 告别 结果被银销号说成 张云雷与黑衣男子恋情曝光 当时看到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就问什么感觉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抱抱我三哥怎么了 我三哥从上把我看大的 掌胸如腹 是不是 而且 三哥 那天吃完饭 我送三哥回家 然后路上聊了聊 聊了聊小时候啊 是因为聊起小时候 对 聊起小时候 然后 小时候一起经历的啊 不但登上热搜 还成为师兄弟 杂贯的来源 俗话说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这些年 三哥的伤病史 换做其他人 可能早就飞生了 也只有三哥 还活得悠然自得 三哥命运多舛的日子 已经过去 未来可期 本期关于孔云龙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